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机者一问 情中团体瞬间与色手不出话来 美方远警早有准备 但依旧无法避免冲突 处怕冲突扩大 警方赶紧上前置之 而里头的乔燕丝毫不受影响 副总的赖金德一进场 侨胞热烈鼓掌欢迎 市场桥宴席开近七十桌 现场来了七百人 驻美代表肖美琴和前一天接机的 AIT执行理事蓝莹也到场 加油喜事的罗森伯格则使用影片的方式一同参与 尽管国际的情势复杂 但未来我会以和平当灯塔 民主当指南针 我会立行和平四大支柱 赖金德在美国的第一场公开行程 就是中午的乔燕 而赖金德也喊话乔报 强调说不管极权主义的威胁 对台湾有多大 他都会持续走在民主的道路上 以上的明日记得 李嘉华亮文普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赖金德这一趟出访行 第一站是先来到美国纽约 先行与会姐跟我们一起来看 因为这一次赖金德过境纽约的时候 是这个AIT执行理事蓝莹来接机 AIT主席罗森伯格 他没带来 那原因是什么 他就是不断强调说 因为他家里真的加油喜事 妹妹在办婚礼 所以他没有办法来接这个赖副总统 不过这样子的是 这个国民党拿来大做文章 国民党的立委陈以信就说 这样子看样子 只有执行理事来接机 没有AIT主席来 看样子这一次美方接机的规格 不若以往 或许是希望赖金德这一次低调一点 代表这个美方 不想要美中关系受到赖金德过境的冲击 而且他还就是举例 他说2012年那个时候副总统吴敦毅过境美国 人家AIT主席那时候 博瑞光还专程从夏威夷飞到纽约接机 象征这个对台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所以这一次AIT主席罗森伯格没来 哇陈以信批评说 这个接待规格 是不是跟之前这个靠差 这个好像被降级的感觉 我们先把事实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做报告 其实美国的AIT罗森伯格 大家不要觉得说 这个在美国当官一定要有一定的年纪 事实上现在在国际上面 真的是人才记记人才背出 罗森伯格今年才40岁 所以他的妹妹这也相当年轻 所以本来他是不愿意把他妹妹的喜事 来对外公布 因为这是美国人的习惯 他觉得我的私事 对所以竟然在国内 有人把他没有去接机这回事 当成一件大事来吵 那他不得已只好公布 而且他也加码 他除了说录了这个影片 在当天纽约的这个午宴的现场 直接来欢迎Live总统之外 他甚至于还说 在这影片当中就说 那我们就金山剑 所以也就是一定会去接他的 这是罗森伯格的部分 那在AIT的部分 不管说是主席也好 或者是执行理事也好 就是AIT里面的一号人物 或者是二号人物 过去台湾总统都是由包机出去 然后副总统多半都是由一般的航班出去 那总统跟副总统 过去都曾经是由主席 或者是执行理事来接 所以这个就看他们当时的这个安排 所以一号或者是二号人物 那就是看美国当地的这安排 所以国民党时期 包括他们当时的肖万长 也曾经有他们当时的执行理事去接机过 所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形 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像是我们陈建仁 现在是院长 过去是副总统 他在出访的时候 也曾经是执行理事去接机过 这些都曾经发生过 然后第三点我想要讲的是 今天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吗 陈颖庆 你不是中华民国的立委吗 你是在兜党啊 你这个半米吃西瓜 你欢迎笑 我们今天台湾如果在国际上面 大家重视我们 大家尊敬我们 大家给我们按个赞 这不是应该我们全台湾 全中华民国人开心的事吗 那你是你不欢迎想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 你跟游子祥 竟然想到要踩台湾一脚 踩中华民国一脚 你们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吗 你们不是中华民国的立委吗 这是我完全不理解的 第四点是陈以兴 你现在虽然说是立委 但是你结局 这个也做过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这些的行程呢 你也安排过 过去你应该知道 我们台湾如果总统或副总统 过进美国的时候 美方当时是牵下了多大的一个 多严格的一条红线 所有记者要发稿 得等我们的总统或者是副总统 上飞机机门关上 飞出了这个美国的领空 我们才能发新闻 现在呢 是赖清德副总统 还在美国 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新闻 甚至于我讲了更多 是布林肯在赖清德副总统 还没有出访之前 就已经对全世界来公布 有这一趟的这个过境之旅了 所以陈以兴你是在没怀疑想 你自己过去安排的时候 包括你口中的吴敦毅副总统 当时他所受到的这个对待 应该你是知道的 而且过去在国民党时期 我们的政治人物是要在饭店里面 房间里面 顶多是lounge里面 去接待这个 跟美国的贵客来 这个互相见面 现在是会应该到餐厅里面 跟我们所有的侨界 还可以走到街上 跟我们的侨民 来互相的say hello 一切都很公开了 是啊 而且现在 不管从下飞机开始 是警车全部开到 那这个我不懂 如果陈以兴 你在国际的政治上面 你在外交上面 我倒退一万步讲好了 你如果做过立委的话 你应该这 你应该都知道 因为你好歹 这没吃过猪肉 你应该看过猪走路 倒过来 没看过猪走路 你应该吃过猪肉 你应该也出访过 你出访也应该看过 人家是怎么对待 在蔡英文总统时期 台湾的外交 我们的升格 国外是如何来看待 台湾人的 所以你怎么会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 一点就是 如果当一个 你号称是中华民国 你挂着是中华民国的 立法委员 或者是你还在大学里面教书 然后结果你 堪为中国的在地协力者 撩脸啊 丢脸啊 针对国民党 这个立委陈以兴在质疑说 哇赖清德这一次去啊 是不是美方接待的规格 不若以往等等的 AIT主席罗森伯格 人家录了这段影片 就立刻破除了这些迷思跟谣言 这个罗森伯格 他直接用史上最紧密 这样子的形容词 来形容台美伙伴的关系 同时他也预告这个赖清德出访 回城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在旧金山会面了 在在都直接破除了这个陈以兴 他的一些质疑 不过冠婷我们来看到 刚才新闻画面当中看到 好多中国人在抗议赖清德 不过这画面也是蛮有趣的 因为第一天赖清德这个到访纽约的时候 在下他的饭店 那天本来大家以为会有很多中国人来抗议 结果第一天没有出现 第一天呢 反而出现的是 有一些自称是流亡美国的中国人 他们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白色的布条 上面还写着支持赖总统 欢迎赖清德推翻中共 这个让现场媒体也觉得有一点意外 好了到了第二天 这个上一次也抗议蔡总统的同一批人又出现了 那他们这一次呢 是在赖清德的这个纽约桥宴的外围 中国抗议人士不断的在场外叫嚣 但冠婷您刚才也看到 因为记者不断问说 你知不知道这场上来抗议谁 没人知道耶 冠婷怎么会这样啊 我想除了顾左右而言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抗议的内容 跟抗议的对象是谁是什么 那所以说这个倒是第一天流亡美国的中国人 高喊支持赖总统 我认为是台湾的这种品牌异象 已经溢出到美国去了 那对于台湾的认同 其实不限于一个国家而已 其实根据这个美国的PO研究中心 所推出来的民调 对于中国大概是24个国家 大概是有67%是持反对的这个态度 那包含在美国内部的华裔美国人 对台湾的印象都高于对美国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当然会区分于中国政府 跟中国人之间的不同 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做 可是正因为中国政府在近几年 不管是在COVID的时候 或者是在近年来对台湾 以至于世界各国那种霸凌的说法 还有各种外交战狼的说法 整体性的影响到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 以及其他我刚刚提到的23个国家 所以这一次包含去接机的这一些民众 或者是团体都很清晰的提出来一个意见 就是支持民主自由的台湾 反对极权的中国 那这个东西之外 包含中国人自己本身 也是在对赖副总统所代表的这个意涵 是支持的 所以对于这些反抗 或者是对于这些抗议台湾的副总统 初始美国的这些人来说 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反抗什么 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抗议什么 因为他们就走入宫嘛 但是那一批人跟上一次 蔡英文总统访美的同一批人 看起来很明显 但我跟你讲 站的位置点喊的内容 布条只是置换了一下 台版可能都一样 所以这样子的做法 不但不能得到美国民众的共鸣 不能得到美国政界的共鸣 也不能得到中国人内部的共鸣 那全部都是形式主义 说到形式主义 刚才陈以信委员 他提到了说 二零一年副总统 武敦一过境美国 那个博瑞光有特别 从夏威夷飞到纽约街机 那给他拍拍手 他谈了什么 说了什么 重点是不是形式主义 而是谈的内容 跟释放出来的讯息 IIT主席 他还透过预录的影片 再次强调台美关系是史上最机密 这样的内容 这样的讯息还不够清晰吗 还不够明显吗 而且之后还会再会面 又不是不会面 我认为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就是在第一天 就先把他们的牌都打出来 这不符合国民党的 这个节奏跟战略 就连在攻击 我们执政党上面 他们都没有准备好 这样怎么能够说服 他们能够再次执政 所以非常遗憾 就是说尽管参议讯委员 过去在国民党执政的时代 也当过发言人 所以有长期在培养 对国际跟外交两岸视野 不应该只是如此 所以如果是刻意误导 那就算了 因为如果 为什么讲就算了 当然不可以算了 如果是刻意误导 只代表说 他可能是为了自己国民党 可是如果不是刻意误导 而是真心这样想的话 那他的才能 他的能力就会被民众给质疑 我想这是他必须要 自己去想清楚的 这一次的访问美国 理论上来讲 对于台湾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是现任的副总统出访 现任副总统过去会受到 诸多的限制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他能够非常顺利的进驻 我们这个饭店 通常都以前连饭店的国旗 什么全部都有各种角力 这是看起来是相对顺利 所以这样子不但不给 我们的这个初始美国的副总统给予掌声 还要给予虚声 这样的国民党令人感到遗憾 这个台美关系 连罗森伯格 自己都说 史上最紧密 来朝会委员怎么样看 中国真的是 好像那个招式 就那几招 而且叫人家动员来 还是同一批人 然后来抗议什么 居然都不知道 这抗议也都不做功课的 来委员 这批抗议的人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 这奇怪也不找一些新面孔来 这么容易就被比对出来 跟上一次是同一批 那上一次大家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是那个群组的截图都很清楚说 一小时多少钱 然后最后还互相抗议说 我怎么被苛刻了 我还被扣钱了 我没有拿满全额 所以大家还吵起来 对 那这次很可惜 这次没有截到图 可能是换了新群组 对我们还没有机会收到这种截图的状况 不过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次的画面更清楚 就是来抗议叫嚣的人 连自己在做什么都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这真的就是标准的为钱动员而来的民众罢 应该是这样的状况 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这样 我们一向坚信政党政治 在国内大家可以互相竞争 但是对外我们应该要立场一致 立场一致就是为国家好 为我们中华民国为台湾好 这才是我们在政党政治竞争的底线 因为大家确实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生存 甚至是希望我们在这个队伍当中 能够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现在世界在选边的时候 民主和集权就是中国和美国 很清楚的代表难道我们要放弃 现在大家可以看政论节目的自由 去选择中国这种连上网都要被审查言论的生活吗 各位大家很清楚的自己想一想 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生活形态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决定自己未来的原因吗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希望现在台湾保有的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可以继续 所以很努力的再做一个竞选 可是竞选归竞选 那你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代表国家出访去进行外交的时候 大家就算有什么意见 那是不是等到他回来了之后 你要进行批评 你再批评嘛 关起门来 我们自己要教小孩 要打小孩 要骂小孩 你都回家来自己说啊 你怎么会是当着外宾外人的面 骂自己人给别人看 甚至更可耻的是 到跟我们有敌意的国家的电视台 去那边大放厥词 配合对方的言论 来批评自己的总统 自己的副总统国家元首呢 我觉得最可惜可悲的是这里 因为你这样的国家认同到底在哪里 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质疑 这个如果有踩过红线 越过红线在野党的地方 但我相信在野党当中 尤其是年轻世代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非常认同 台湾中华民国 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生存的家乡和地方 所以我们也可以高兴的 乐见的就是 其实越来越多不分政党 不分党派的年轻人 其实在总统副总统 国家元首级出访的时候 对国家利益是维护的 这点我们是应该要肯定的 那我们也看得出来 这次赖副在以副总统的身份 到巴拉圭进行访问的过程 不管是访美的过程 或者是接下来即将要执行的 这个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过程 我相信他会秉持着 他一开始说的低调形势 稳健台风这样的几个八个字 就是我们要设立的形象是 台湾绝对不是美中台的麻烦制造者 我们只是希望台湾能够有一个 自己在世界上应该得到的尊重 位置和空间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希望的 是委员说了很重要 有一些事情啊 这个在台湾里面 蓝绿白的政治工坊都没问题 看你要怎么弄 可是我们现在有副总统 用这个元首特使的身份在出访 照理说对外出访 台湾里面应该要对外 应该要团结一致才对啊 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继续带大家看到的是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洪友宜 他最近一两个月 他是一直在强打这个关公精神 不过这个自家人 现在还是国民党的 南投县的副议长 很酸 说这个侯友宜 你拜的是无情关公吧 还说侯友宜那些酸的团 他就要吃菜一死人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一起来看